今天这个美国这个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宣布下调中国的评级展望至负面 这是自1989年以来 中共国被世界的这个主流的评级机构纳入评级范围内以来 第一次这个评级展望变成了负面 这1989年以来 记住啊 首次遭到负评 虽然这个中共国的这个评级还处于A1级 但是这个国际媒体都在看这个穆迪的评级机构的报告 因为这个中共非常紧张 因为立即派其财政部的官员做了一个回应 我们看目的为什么说评为负级啊 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政府和公众公共部门将需要为地方和国有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这为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带来下行风险 带来下行风险 评级展望调整还反映出与结构性和持续较低的中期经济增长 以及房地产行业持续缩减规模的相关风险增加 这个从1989年以来 中共国的经济经常用一些说白了 这是改革开放的红利 以及中共国经常制造的假数据 不断的借债 这个目的评级机构就相当于你的信用分数的一个这样概念 它是对中国政府 主要是中国人民币为资产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债务的评级 就是你的借债能力以及还债的能力 就给你的信用卡分数 在美国你是七百分还是五百分还是六百分 如果分数低的话 你的贷款额度就会降低 你的利息就会增加 贷款额度和利息 就是目的是三大评级机构 另外一个两个是标普 全球评级和惠玉 但是目的首次下调至A 就是17年的时候 中国的债务评级从A3 A3下调至A1 江南当时是2017年 当时也是首次 自1989年以来 首次下调再一次把它展望成负极 负面就是未来的展望 就是没可能再往上升了 瞎走 所以呢 中共财政部回应 我们看看它怎么回应呢 首先说对此感到失望 中共财政部有关同志 就目的评级下调 我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接受了记者采访 回看这几 这是典型的新闻稿 就是一问一答事的新闻稿 然后这个中共财政部的解释 也是很苍白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影响 首先看这个上海 虽然上海上证指数 跌破3000点 有人立即给我发过来说 你看都跌破3000点了 3000点 当然中共要控制股市 那随时 那给它弄上去 但是这也是 中共在可以控盘的情况下 依然跌 那你就知道 这个跌的趋势 它都控制不住 第二就是人民币也跌 跌到了7.149之一美元 虽然这些人民币 中共也可以控制 但是一样的 我们就说 它也是可以随时控制 但是就可见 就跌的幅度 它都控不了 它只能就像这个 这个火车 要刹车一样 它可以控制 但是呢 怎么地 最终也会进入下行的趋势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中共财政部 怎么解释的 它这一看 就是一个文宣出来 说三季度以来 说中国的经济 宏观经济 高度发展 高质量发展 稳步推进 说积极变化 进一步增多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经济增长 心动能持续 发挥积极作用 预计四季度 中国经济将保持 回升向好事态 中国这是世界经济 稳定增长的重要疫情 说全三季度 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8.9% 全国税收收入 增长11.9% 什么这得益于 今年以来 经济持续恢复 总体回升向好的带动 然后你看 这个目的的报告 就是有人问你 你这为啥不还钱啊 你这 我觉得你还钱的 可能性很低啊 你这还不起啊 然后你就回答 我这经济 一向前三季度以来 你看我们的 高质量发展 稳步推进 这个经济 各方面指数 发挥积极作用 就是不提 你到底能不能还钱 你有没有还钱能力 所以就是 中共的财政部 就回应啊 很苍白 就没有一句实话 这里说的是啥 这个展望为富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啥 说白了 就是国际社会 对中共国的 经济的持续增长 抱希望 中共国的地方 和国有的企业 借贷超多 太多了 即将爆雷 说白了 就是觉得你还不起 然后还有 这主要就是因为 你结构性的原因 什么叫结构性呢 你这个体制体系的结构性的导致风险增加 以及持续较低的中期基金增长 以及房地产行业持续缩减规模相关的风险增加 所以虽然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说4% 网上有人说 昨天是谁 说中国经济 GDP4% 美国2% 意思说 咱们嘲笑说 中国经济不行 中国经济 GDP为什么 5%的增长都比不过美国2% 3% 因为美国2%的话 经济就是很好 为什么中国5% 因为中国 中共国 首先这5%的数据就很假 第二点 美国的各方面的成本是很低的 中共国是啥 中共国10% 他都比不过美国的2% 的GDP的增长 这个实际的产能 就说白了 他有大量的资金 投入到维稳 因为这个所有的 最终落实到 就是你的财政 就说白了 这政府的有没有钱 政府的资金 税收你够不够 美国2% 他的货币的贬值 然后资产的贬值 速度也没这么快 中共国 你看房价 前几年 一年升百分之几十 你说这10%的GDP增长 算啥 那都是负的 就是他哪怕做到 10%的GDP增长 那房价增30% 你说这10% 那不就是负的吗 大家想想 所以整个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世界对中共国 哪怕说什么 2024年 穆迪承认 说4%的GDP 达到4% 但已经很低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共国的 结构性和西方不一样 就跟美国说的 那是独裁体制 这里是民主体制 这里的是政府 是小政府 你那里是 所有的全都要 通在一起 美国这里 哪怕这个GDP 4% 哪怕是负增长 它政府 它也不会出问题 但是对于中共国来说 GDP增长 减缓 它就会导致 政府崩盘 政府一崩盘 它整个 全部都崩盘 因为它是一个 专制极权体系 美国 哪怕政府 停摆了 政府没钱 开公司 美国社会 它不会乱 一点事都没有 美国各个州 也一点事都没有 哪怕某个城市 什么破产了 你看 美国不是 也有之前 有哪个城市 什么加州都破产了 加州破产是 加州政府破产 它是政府的税收 给发福利 各种什么保险 然后各种支出 政府 因为有州政府的 各种 比如说有些公园 有些什么 因为美国的邮政局 它属于联邦的公园 有些有事 州的公园 这些 这叫破产 就政府去贷款 贷不到钱了 但是加州 这么多牛的公司 有影响没有 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是中共国不一样 中共国 只要中共 这个专制集权 一旦信用品 评级下底 它一定会导致 因为中国 不仅仅是政治上 经济上 所有的全面的崩溃 它是一个这逻辑 所以对于中共来说 这个很多人说 这就有点 这个朝鲜的概念 前段时间不是说 美国是哪个评级机构 也凭说 美国政府的 什么什么预期展望 也下行了 但是不影响 美国的经济的恢复 美国经济的增长 中共这次肯定很紧张 关键是啊 是在一个特殊时期 这个特殊时期 大家看 我们这两天 里根什么 国防安全会议里头 就是说白了 对中共的 中共不是美国的朋友 这是商务部长说的 国防部部长 是独裁和民主之间的决战 类似于 这个参谋长联席会主席 上将说 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 说白了跟 就告诉美国那个好消息 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绝对已经 军队上各种布局 这是在这个时期 不是说 在2017年之前 2017年当时下调 当时美中还属于 蜜月期 中英属于黄金十年期 在那个时候 你肯定不受影响 现在形势不一样 中共国大量的房地产 大量的影子银行 这个美债还不起 就几百亿美元都还不起 利息都还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国 因为美国 还把大量的供应链 产业链转移 以及限制投资令 对中共国的各方面的 这种技术 禁令 制裁 再加上 穆迪的这个评级 中共很紧张 但是他的回应 又很苍白 就你这回应没用 因为 穆迪的这个下调 主要是啥 说实话 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 对美国人的 美国老百姓 就是看 中共 中共国这个 都僵制富了 赶紧从股市上 在美国的 和之前有中概股 现在 哪怕美国国际上 什么 伦敦 法兰克福 日本东京各个股市 和中共国的 很多 他就会抽离资金 就是进一步 让中共 在国际的金融战上 处于不利之地 这 昨天的国家安全的 这个会议 你们看 就是地缘政治的竞争 美国出了报告 国防部 说美国的武器 军事装备的生产力 要快速提升 中共国 这个 如果不快速提升的话 就中共国的生产力 要超过美国 报告的基于的 一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 可能几年之内 中共在全面的备战 这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生产能力 现代战争 玩的啥 就是生产力 就是你的工业生产能力 这些东西 跟经济有关系 中共肯定也在 想方设法 解决这个 这都是在博弈中 他肯定也要借助 世界的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管子 插到了美国 他借助世界的资金 世界的国际资本 帮他 搭建起 军事的生产能力 当然中间 肯定是伪装成 各种军民融合 美国能不清楚吗 那绝对清楚 那关键就是 怎么样把它砍断 怎么样让起经济崩盘 经济崩溃 而这些目的的报告 来的也正是时候 我们说目的这里 它肯定是独立的机构评级 1907年就开始 美国政府也控制不了 这就是这种独立 独立性 它是有杀伤力的目的 这种 它是具备 极强杀伤力的 这说白了 这啥 这个趋势 就是如果你说 在这个美中 这个地缘政治的过程中 目的把中国的评级 往上评 那你就觉得 绝对有问题 往下评 那就对了 并且来的时候恰好这个时候 那不挺好吗 那些看没有 看没有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 一个交响乐 是你各拉各的 但是合起来的时候 是一幅动听的曲子 中共过啥啥 就跟中国的 中国那些 拉的都是一个调 不管二胡啥 都拉都一个调 但是呢 就听起来很难听 都是一个调 都是习的这个调调 习思想调调 你就听中国的那些音乐 现在学西方 也搞了什么和弦一样 但美国是各拉各的 各自独自拉 但是你会隐约感到 它有一股力 它是往一个方向去走 对信心 对这就是 这个方向还是啥 你看参议院 这个卢比奥 那天写了喊 参议院几个参议员 说要立即 拜登必须挺上二处 保护美国人民 这个禁航啊 就是旅游禁令 拜登现在还没有反应 这个媒体 参议院都在 天天在说这事 我看卢比奥 天天就这事 大家看 如果在这个 肯定是拜登说 你别着急啊 等目的这个出来 然后再吵一段时间 夸一下 再来个这 你想想 那中共国 就是美国就是 就跟那个交响音乐 各自的招 各自上 但是都是往一个方向实力 如何让你这个 更好听 更和谐 相互之间 但想想 如果接下来 这个旅游禁令 在发颁布的话 对中共又是什么样 一个杀伤力 我觉得可能就是 等一个实际 这个美国总统呢 就相对指挥棒 对我知道 你这有一个重锤出来 这个大鼓要打低音 但别急 这里有一个点 会让你听我的指挥棒 我点一下 你这个鼓声就出来了 说白了 就是目的的这个评级 接下来会导致 什么样的后续的影响 今天刚刚出来的 我们说的后续影响是啥 一系列的打击面 有多大打击 说白了就是 比如说就是二战的时候 发起了一场行动 能不能对当时德军 在某一个战线 实现一些打击 如果能够有的话 因为他肯定有数据监控的 目的的这个东西 今天会不会导致 中共国各个股市 当然上证股市 你不用看 基本上没有什么借鉴意思 但是比如说 有着债券市场 证券市场 金融市场 主要就是中共国在外面的 一系列的 会不会导致 接下来的 中共更多的债务违约 你看没有 财政博士怎么回应的时候 稳妥化解 隐形债务存量 就这个一降级 我告诉你 就啥意思 中共的央企 银行 它就会立马 就债权人 就立马 就美国的债权人 就会抛售起债务 为什么 可能在美国的股市上 因为现在都是债务证券化 在股市上 很多说 这里头 这个公司的证券 居然有啥 有中国的债务 中国政府的债务 影子银行的债务 你看这目的都说 都已经涨幅了 那未来肯定不好慢 赶紧抛 因为中共国 把他的债务 放到啥 放到各个二级三级 纽约市场 东京市场 伦敦市场等 都早就加杠杆 至少加了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都不止 如果说这一下 啪一下 会产生 就产生一系列 连锁反应 我告诉你 这里头就这一招 它就管用 那接下来 就看中共的应对 它一定是十个瓶子盖 盖一万个瓶子 这个时候 习肯定的百分之百 就要想办法 挪用别的资金 来补这个漏洞 因为就这几天 可能最多 一个礼拜 十天左右 肯定有大量的债务 因为中共有 大量的隐形债务 别人可能说 哎呦 你们这个 根据我们的 因为美国啊 它很多都是自动的 系统都是自动 你的是付的了 本来可以给你贷款 一百亿美元 现在不好意思 我们的可能只能贷款 因为你是已经付的了 所以我们只能贷款 八十亿美元 你那二十亿要还 就跟你在股市上炒 炒那个叫啥 那个加杠杆 炒股票一样 别人给你一百万 那突然间 你的保证金不够 那你就得要增加保证金 就会有大量的 这样的问题出现 就中共肯定要挪用资金 对 有的要筹断 有的要断贷 有的甚至 哎呀 你这个降级了 我们可能你的利息 可能要增加 年息增加三个点 四个点 对中共国来说 就是各级公司 政府的对外的 信托机构 央企在外的各种 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央企为啥 那个 那不就是因为 所谓的央企 就是中央政府的 给它做担保吗 你现在你的担保的 这个都有问题 那我们算一下 你这整个账 中央政府整个 在美国举个例子 在国际上 你总共呆了 十万亿美元 举个例子 然后你现在 评级降低了 哎呀 这个可能 觉得你这利息 都还不起了 所以 因为中共是啥 中共叫内保外贷吗 这种方式 在外面 别人能贷款给你 你的这些企业 它是有所谓的 中央政府给你做担保 就是用所谓的银行 就是以银行的方式 把具体操作就是 这种 然后你这已经下 评级下跌了 然后这些 所有的国际投行 贷款公司 可能都要重新考虑 今天刚刚出来 所以它会产生一系列的 股市的连锁效应 第一是股市效应 债券市场的连锁效应 证券市场的连锁效应 然后下个礼拜 可能就有很多 要破产了 爆雷了 一系列破产爆雷 可能就会出现 过不了 然后就看 说白了 就看中共现在 说白了 腾转挪移的本事 就是习吗 就是那个刷把戏的 玩那个炸机的 十个瓶子盖 能不能盖得了一万个 速度够不够 如果不够 如果一看 到了临界点 啪一下 别的招再出来 一招一招上 他抽掉 那最终肯定就是啥 说白了 就是你的军事的 装备的能力 彻底给你摧毁 就跟那个前苏联一样 大家看 这就叫地缘政治竞争 这种招是很多的 这个雪崩般的 你看这里 今天同时 另外一个新闻 大家看 说日本即将加入 美国五眼联盟 组建的太空 这里有一个新闻 怎么打不开 这个太空作战的 一个这样的联盟 新太空作战联盟 加入五眼联盟 这就是经济 它未来向好的一个面 就是说白了 加入太空这里头 这里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的安全审查 这个国家已经过了 太空科技里面 大量的芯片 下一个 风口 来自于哪里 不是来自于你中共国 就中共财政部 在这里说的什么 中国14亿人 有4亿人中的收入群体 需求潜力很大 什么什么物价 是来自于啥 来自于的引擎 是在哪里 中共有引擎吗 你没引擎 美国才是引擎 说白了 这个评级就告你 就跟你的车一样 别人说你这个车不行了 然后你说 哎呀我这车 谁说不行 你看我一天出去 还拉了好多活 别人是说 你这个车 马上要快散架了 你说谁说我不行 我这出去一天 还接了很多 Uber生意 对你现在可以 接很多 Uber生意 别人说 你的这个车的发动机 立马要爆缸了 就这意思 你说明天爆缸也无所谓 今天我还在接火 就中共是啥逻辑 别人讲的是啥 你已经没有了 你这个发动机 已经维护不了了 你已经无法发动了 你外面要换发动机 换啥 你已经把外面换发动机 这个给你斩断了 说白了 就叫脱钩锻炼 产业要升级 无论是芯片 还是制造 还是啥 你已经离世界 就美国不跟你升级了 说白了 就是你这个车 你说我现在每天 你看我一天赚很多钱啊 我这个车一天物博四季 我早上也出去 一天24小时工作 但告诉你 对你是可以 但是三周以后 你这个车就已经不行了 因为要啥 要升级换代 要维护 要那个 你把这个东西 你不交各种维护费 你不交 那就玩不下去了吗 对你现在是每天 可以赚这个钱 别人说的三周以后 你就结束了 你玩不赚了 是这个意思 这个新的引擎是啥 就是太空科技 你看日本 韩国 日本现在已经过了 这绝对是大新闻啊 日本过了这个安全审核 加入了五眼联盟 太空联盟 这些都是就相当于现在 你看你们去看看啊 说现在这个电动车 没有跟上电动的车企 会死得很惨 很多老的那些 这就是时代 如果没有跟上套 那真的是说白了 就崩溃的速度上快 我那天还说2001年 我那天看2000年 2001年 当时全世界市值最高的 一个公司叫科达 哇那股票狂涨那时候 因为他拥有的胶片的各种专利 很多很多很多 全世界开了很多店 连锁店 就跟那个麦当劳一样 但是到现在科达市值 10个亿美金都不到 2000年左右 那时候叫雅虎 那都是啥 都是排名前两位的市值 现在啥 这啥 这就告你 错误的方向 错误的战略 选择错 那最后一定是死 就中共的经济到现在 是来自于啥 那当时邓小平 绝对的就跟美国 全面站在一起 才有今天 习选择要跟俄罗斯 站在一起 跟美国干 跟西方自由世界干 就已经决定了 说白了 你再高的GDP都没用 这个GDP就相当于 你看我现在 你看我早出晚归 每天工作多少小时 Uber司机 对 还是可以 这没人关注你 你这个不是本质 美国两点多都无所谓 为啥 因为美国是引擎 你中共国自己 做不了引擎 你没这个能力 这几十年下来 你没设计出引擎出来 经济的整个的引擎 这是本质 这个有些台湾的企业 一样的 在前几 前十几年 比如像那个英伟达 就是这个风口浪尖 站住了风口 猪都会飞起来 猪都会吹起来 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不得了了 是吧 要跟中共搞在一起 还为中共国在设计 合规的芯片 逃脱美国的制裁 还在这里 那你觉得这样的 就像我刚才说 就像科达一样 就像这些雅虎一样 你一旦选择性错误 未来就销声匿迹了 美国是啥子 他有无数个招来对付 这是美国的厉害 所以这些 这都是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 今天我们看到 在金融口的一系列的变化 大家要多关注